最后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Converse图形库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 使用Converse虽然可以制作出非常绚丽的图形效果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想绘制一条直线 我们首先呢 需要MoveTo 其次呢 需要LineTo 我们需要指定这个直线的各种状态 比如说LineWith LineCamp等等等等 之后才能调用一次Stoke成功的把这个直线绘制出来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单独的函数叫做JoreLine 直接把一条直线绘制出来呢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整个课程中 我们也在不停的制造这样的基础的函数 同时我也在鼓励大家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争取能够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图形库 那么事实上 Converse发展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头 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成熟的第三方的图形库 可以供大家使用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些图形库 当然了 没有一个图形库是万能的 面对自己的定制化的图形绘制需求 只有真正的了解converse底层绘制的原理 才能完成满足自己所有需求的程序 不过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图形库 我向大家介绍的主要是这三个图形库 分别叫做converse plus artisan.js和rgraph 那么这三个图形库可以在相应的这三个网址中获取到 在这三个网址中呢 也有相应的这些图形库的使用说明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converse plus是托管在code.google.com上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在wiki中呢 可以找到相应的它的API的文档 那么从这个文档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但实现了很多原生的converse没有的功能 同时呢 还对有一些比较普遍的API进行了化解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想捉line的话 直接传入这样两个座标就好了 其实这种图形库对于大家来说 自己完全也可以建立 当然了 不愿意重复制造轮子的同学 不妨试一试使用这个现成的图形库 我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图形库叫做artisan.js 那么它的主页呢 相对来说更加绚丽一些 大家不妨下载一下它的最新的这个代码 然后尝试着使用一下 在这里头呢 也有对这个图形库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实时上artisan.js 野心更大一些 近乎想要完全的取代converse原生的所有的API 大家不妨研究一下 看看它有什么方便的地方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其实使用这些图形库了解他们的接口设计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为我们将来制作更复杂的程序 甚至是制作属于自己的引擎系统都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个图形库叫做artgraph 这个artgraph是一个专注于使用HTML5的JavaScript 绘制这样的图表这样的一个图形库 那么由于它所应用的领域更加的独特 也更加的有针对性 那么这个效果呢 相对刚才的几个图形库来说呢 也就更加的精致 如果想使用HTML5在外部网页上表现表单 图表 柄状图 柱状图 或者这种曲线图的同学 不妨研究一下这个图形库 还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图形库 当然了 受这个图形库的启发 大家如果有特定的绘制需求 也可以编制一套属于自己的图形库 同学们也可以在百度Google上搜索converse图形库 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图形库以外 还有很多杂七杂八 不同的人 由于不同的需求 所创造出来的不同的图形库 这些图形库各有千秋 各有特点 各种不同的图形库 依然还在开发出来 我还是坚持原来的原则 希望大家不仅使用其他人的图形库 也能够尝试着开发出属于自己的图形库 没准下一次 别人就会在他的课堂上 介绍由你开发出来的 独特的富有魅力的 HTML5converse图形库 大家加油